Hello,大家好,我是冰哥 今天呢,是我在房车上生活的第920天 也是我们原地等候的第13天 那么现在呢,有消息称 说威海这个月的24号会正式的解封 那么呢,今天呢,先用大概几分钟的视频 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这13天我原地等待核酸检测的居住情况 也就是这两部房车 我将带着我的家人们去了解一下 我们的这两部房车 自威海有疫情以来 我的这两部车呀 一直就是在家里的饭店门口停放 这辆皮卡是牵引着这辆拖挂 这辆自行室呢,是我旗号晚上从昌州和叶姐 回到威海开的一辆自行室 也是我们常年居住的一部房车 那么我的这部房车呀 是采用的是柴油2.0国六的排放标准 是地图系列的底盘 后续后双台 五档手动的变速箱 那么我这台车的车高呢 整体是2米8 这个高度 然后车宽是2米15 它的整体车长呢 为5米9 是一个后置重床版的布局 中开门的设计 然后呢 上面呢 还有一个三米的遮阳棚 走 我带着大家来车里看一看 那么宾哥的这部房车呢 有卫生间 卫生间配有抽拉式的马桶 然后还有一个淋浴花洒 旁边呢 是一个后置的重床 宽度呢 是1米3 长度呢 是1米98 它的前方呢 是一个对卡座的设计 我的对卡座采用的是商务座椅 这样一来的话 出行在后面坐人会很舒服 这部门呢 还有一个小扶手 这是一个真皮的对卡座 加装了一个21寸的智能电视 旁边呢 配有微波炉 电磁炉 还有冰箱 后期加装的一个四路监控 白天我没有开 那么我这款柴油车呢 是24伏的电路系统 配装了是400的锂电 也就是相当于9.6度电 还有一个150升的清水箱 总的来说啊 我这款车居住是很方便 很舒适的 看一下哈 我那懒懒的大侄 现在还在车上没起床 啊 呵呵呵 呃 额头床上呢 睡呃 怎么说呢 成人哈 两个人体重不要太大 可以建议睡一个人合适 那么这个对卡座呢 也可以放下来提供临时的休息 看一看我那个小拖挂哈 这个小拖挂呢 是我弟弟一直在里面住 也是近期啊 由于疫情 本来是在饭店的宿舍 在疫情的前两天呢 我们把这个车拖到饭店的门口 然后呢 他就在里面睡 基本上啊 现在是他天天查着试电 因为他这个电磁电量不是很够用 这边呢 有一个储物的储物的小箱 可以放一些杂物 前面呢 有一个外推窗 很大 两个侧面 包括后面 都有这种外推窗 让他熟悉的也很干净 那么我们上车来看一下啊 这个边上呢 也配有一个遮阳棚 上面呢 配有一个600的太阳能板 我那个车呢 是400的 因为我在行驶时就可以充电 所以说没有配位那么大 冰箱 逆变器 包括电视空调 也是这部小房车的标配 这有一个小米的智能电视 然后呢 这个是卫生间 不过呢 现在已经让我和叶姐当储物的衣柜了 在这放着 下方呢 配有一个50升的冰箱 这是一个小电缆区啊 就是家里门口有试电 所以说他不用打采暖 这部车呢 也加装了一个采暖 在这个位置 那么好了 亲爱的家人们 用简短的几分钟时间 给家人们说一下 这段时间我住的这两部房车 希望呢 也能给家人们将来选房车 做一个参考 又到做饭的时间了 让我们看看一二姐 今天给我们做点啥好吃 一二姐在这儿查胡萝卜丝 又要做啥 剩一块胡萝卜 还剩个角瓜 烙个角瓜鸡蛋饼 胡萝卜丝角瓜鸡蛋饼 等会儿你去做点粥 好嘞 这是放着盐 放着盐 把胡萝卜丝和角瓜 割盐杀一下 割盐杀一下 对 要不它水分太多了 尝尝给它断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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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